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小鮮咖啡,我是阿蟹,今天今天影片的電影是士兵與軍官FIREBIRD FIREBIRD這部電影呢,是導演Peter Rubin的首部劇情唱片 同時也是英國的這個Tom Pryor演員,他的自編自製自演的一部電影喔 故事改編自真人真是喔,描述在蘇聯冷戰時代的這個愛沙尼亞裡面 一位士兵跟一位軍官之間的愛情故事 年輕士兵寫了給他一個想要成為演員的夢想 不過他在軍演裡面認識了這位飛官Roman,而他們兩人之間也走得越來越近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還要對於同性戀情的這樣子的懲罰的法律 同時也在社會的壓力下,兩人跟他們最好的朋友進入了一個三角戀情的關係 這部劇的劇名FIREBIRD,其實就是在呼應史特拉文斯基的FIREBIRD這一齣芭蕾舞劇喔 也是劇中重要的象徵元素,牽起了兩人之間的情感 畢竟軍官喜歡音樂,然後士兵他喜歡看這個演戲嘛 當年俄羅斯的製作家迪亞吉列夫神來一筆的把這部劇交給了史特拉文斯基來製作 也意外的讓史特拉文斯基變得非常出名喔 這部劇其實是集結當時民間關於鳥類的這些傳說故事 而史特拉文斯基在這部劇裡面運用了現實及虛幻的元素 有現實的故事也有虛幻的這種超自然的表現 而現實的部分它使用的就是民謠式的旋律 那在虛幻的部分用的就是八音音階是帶有俄羅斯的民族音樂風格的 而我認為這樣子現實跟虛幻的整合在這部電影裡面的出現 其實某種程度上就象徵了這部電影帶有的魔幻性 以及它帶有的不一定是完全在見電機在真人上的這種虛幻性 那同時有趣的是Firebird這個劇作因為帶有的這個發音音階是屬於俄羅斯這樣民謠的風格 其實當時並不受到傳統評論家的喜愛是被當時傳統評論家所唾棄的 而或許正好呼應的就是這兩位主角之類的情感也不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 而除此之外我也覺得這部電影其實就好像是一個給戲劇人的戲劇情書一樣 這部電影當中的Sergei巧妙的運用羅米歐與Juliet來隱喻兩人不被認可的愛情 同時也有好幾句這種經典劇作家的台詞在電影當中出現 譬如說 It's not the stars we hold our destinies but in ourselves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差點在電影院裡面大喊嚇死比亞 結果這個主角已經搶劫我一部把它講出來了 這句話在講的就是只有自己才能掌握命運 可是在電影當中看來卻好像是相反的 電影當中的愛是被社會所侷限的包含了這一位主角Sergei 他所遇到的兩熱情 包含了他小時候遇到的那位很好很好的朋友Zima 以及他現在遇到的羅曼都是一樣的狀況 而這部電影啊其實雖然我覺得並不到非常好看 可是確實是一部很工整也很漂亮也很細緻 然後還有那種俗聯的那種老式情調的一個很棒的一部電影 而在機器裡面呢是這樣子的冷色調 是這樣子的藍色好像就是非常的抑鬱 以及呢就象徵了這兩位主角在機器裡面當中愛情的被局限 那同時呢在兩人快樂的在一起的時候 又是這樣子紅色的色調 象徵著這樣子熊熊的烈火 好像火鳥一般 不過來到這裡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部電影 跟另外一部也在講冷戰時期的藝術家同時也是酷兒故事的 這一個白烏鴉紐日夜夫傳奇這部電影來做點小小的對照 這兩部電影一樣都描述著冷戰時期藝術家的故事 不過白烏鴉紐日夜夫傳奇的紐日夜夫 他其實是很努力的想要掙脫蘇聯 這位芭蕾舞舞者喔他甚至呢是在法國巡演的時候 然後就逃脫蘇聯的控制 不過Farmer裡面的Siergate卻是選擇留在故土 兩部電影就照下來我覺得士兵與軍官雖然敘事比較明快清晰 可是他卻少了那一點頑強的對抗 而且我覺得這部電影的致命傷在於所有的演員口中都講著英語 總是有種說不出來的怪感 而且相對起來啊 士兵與軍官這部電影的故事走向就比較工整及保守 或許是為了要切合這個本來的真人真事 可是我覺得這部電影就少了一點驚喜給觀眾 此外最後一個我覺得比較有一點小小意見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在後段的節奏問題 或許這是因為這是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喔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趣事節奏 在飛機失事的這一個情節之前都表現得很好 可是到後段的時候就變得有一點流水仗式的這樣子的說法 不過雖然導演的語會不盡成熟 但是我覺得是溫柔有力的 電影也告訴了我們愛跟誠實 以及和愛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而我覺得這部電影在巫二戰爭的這個當下來看啊 其實也是特別有感的 因為他告訴我們要說出誠實的話 要說出你愛的人 說出你最真實的自己 而在俄羅斯的民眾 在現在這個當下 最難以做到的就是說出真實的話 所以我感受到這部電影的評分是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讚 也可以點擊喜歡我的影片的影片 下面的影片 下面是我的影片見 才不會說我阿翔的追蹤資訊喔 我是阿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